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们跟进一下之前讲到的富士康工厂的骚乱事件 那么现在呢 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平息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 郑州富士康工厂的员工这两天因为薪酬跟合约的问题 跟厂方大打出手 爆发了这种大规模的抗疫冲突 那么现在呢 也就是24号的白天 已经有大量的富士康离食工人开始排队做核酸 准备离开工厂 富士康员工就反映说 现在领导已经答应了说 工人每人会补偿一万人民币 如果上车离开给八千 等到了家之后再给两千 有的员工在离开的时候说 现在已经拿到了八千块钱 开始做核酸了 人都陆陆续续的回家了 做完核酸 今天还好 临走之前 还给做个核酸 好多人 都走了 所以他现在通过这个大撒币 把这些这个之前的不满愤怒给浇灭 或者是给他压下去 我相信这也是富士康工厂跟当地政府的这种互相沟通之后的一个结果 因为从富士康这个工厂的角度 他是不希望影响他的这个生产线 同样的政府也不希望继续有这种爆发的事件 影响社会的稳定 你不知道这个矛头从要钱 最后可能转变为改变体制 打倒共产党 对吧 那就是那就大麻烦了 所以说他会让这件事情早点平息 而早点平息呢 如果是强力镇压的方式 其实不一定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就是地方政府 他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不可能自己就决定这么处理 他全部都是要上边表态的 所以他必须要等 就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强力镇压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大白 可能会有些肢体冲突 但是没有坦克啊 没有装甲车啊 对吧 河江实战的军警并没有 有效的去把这些人镇压下去 因为如果地方的政府 他们要想镇压的话 是可以镇压到的 但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还出现了这种冲突 然后有很多人拍下来放在网上 虽然他想方设法的在网上删除 但是还是全世界都看到了 而且海外的很多的英文媒体 都转载报道了 所以这个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效果 那么地方政府其实权力都被中央收走了 这就是习近平集权的一个后果 所以说什么事情都要习近平来决定 底下人不敢担责任 而且他们也没有权力 可能地方政府想调动军队 或调动武警的权力都没有 当年大宋 北宋南宋 实际上也是相似的情况 为什么岳飞把他给召回 就是功高震主 你有军权 你能够调兵遣将 你手上有这个权力 这对后面的皇上是一个威胁 这个体制决定的 同样的今天也是 他不可能让地方拥有军权 拥有财政大权 对吧 那就真的变成了大清帝国的末年了 就是地方大员 可以这个形成了诸侯了 不听中央的指挥了 连中央政府要跟西方去打仗 去开战 地方政府都不参与了 而且完全违背中央的意思 甚至跟西方私下苟合 拒绝纵容义和团 甚至还镇压 这跟在北方 不管是北京啊 河北啊 还有什么山西啊 这些地方发生的 就完全不一样 南方的一些地方政府 你像地方大员 他就可以有这样的权力 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 最惧怕的 历史已经有了这样的教训 所以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集权 为什么最后权力到了党中央 甚至到了习近平个人身上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他又是一个双刃剑 你虽然是拒绝了权力 但是出算什么事 你很难去及时的反应 而且底下的人 既不愿意担责任 也没有权力 他没有权力跟不愿意担责任 这是相辅相成的 他有权力自然就有责任 他没有权力自然就没有责任 他所有的事情要上边来决定 大家都怕犯政治错误嘛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容易有时候是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两天的 富士康的状况 包括这个在郑州发生这一切 那么现在可能政府反映过来了 要求富士康 稀释宁人 破财消灾 毕竟这么做 就像我上期节目讲到的 很多的抗争 这些抗争绝大多数中国的这些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都是因为个人利益受损 并不是说我们要改变体制 我们要推翻政府 我们有一个意识形态 一个什么最终极的目标 没有 没有这样的政治目的 大家都是说 你给我钱就好了 你把我房子还给我就好了 你把我存款还给我就好了 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诉求 所以这是很好解决的 用钱你可以摆平 只不过因为我相信未来中国政府 因为资源枯竭 因为他的维稳经费也不够 还是会出事 但是呢 在目前为止 从现在看的话 他解决富士康这个几万人的这个情况 还是能够解决的 而且富士康也不是没钱 我们看有人就给我发了私信 是在河南的网友 他说富士康这几天 临时工去了几万人 去酒店隔离这么多天 吃住也免费 现在一听说离职有一万 都抢着离职 都庆幸 啥活没干 白白拿一万回家 不过离职的都入富士康的黑名单了 富士康这搞的啥事啊 合同坑临时工 现在又大出钱平息 总之呢 我们要看清楚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 就是中国社会跟政治体制 在从一个软性威权 转向到一个极权的时代 所以它必然会出现这种问题 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机制 新的机制还没有磨合完成 计划经济的很多的手段 还没有开始真正落实 那后面如果能够编户其民 能够就是统一思想 当然它还有继续的煽动民族主义 这个民族主义其实是比较难的 是很难操控的 而且它会有这个反噬效果 总之它如果能做到的话 那可能这种事情会变少 但是它如果做不到的话 或者说习近平在努力这么做的过程中 实际上就赶不及了 它跟时间赛跑赶不及了 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加强 对吧 它的资源消耗的越快 那么它就越难以维持这个转型的成功 那最终就导致了中国更早 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朝鲜化 就进入到了这个共产党失势的混乱局面了 也就是导致的习近平的党中央没有办法控制全局 最终四分五裂 这个将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 那么我们就要观察 到底什么时候发生 或者它的这个路径是什么 就这两三种可能性 当然每一种可能性都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其中唯一的一个common的地方 共同点就是共产党将会失去对全中国的掌控 不管它是走向西朝鲜化 还是没有能够成功 它唯一的区别就是早死跟晚死 好那么我们看另外一个消息呢 也是值得一提 就是在最新召开的集安组织的会议上 结果普京在这场会上丢了老脸 这个集安组织是过去独联体的几个国家 共同成立的集体安全的一个合作组织 由俄罗斯牵头他们就有点模仿北约的这个形式 但是他们又没有做到当年的苏联的那个华沙条约的那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由于乌克兰战争就导致这个集安组织内部的这些国家 他们都对普京有非常强烈的不满 你可以成立一个集安组织 你可以相互照顾相互关照 但是没有人想真正与北约为敌 这些都是小国 他们有一个大腿愿意抱一抱可以 但是不代表我跟这个大腿一起沉沦 一起被消灭掉 所以说这些国家他们还是要说话 他们还是觉得说 俄罗斯作为他们大哥这么走下去 好像会把所有人都害死 哈萨克总统直接就呼吁说 普京要停止战争 甚至普京的铁杆的支持者 就是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 虽然他在会上大骂北约还是站在俄罗斯这边 但是他仍然表示说 觉得普京应该把战争停止 他这个拐弯抹角的劝自己的大哥 毕竟这个战场上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 俄罗斯节节败退 根本就没有能够在乌克兰占到便宜 或者说达到他们的战略目的 所以说这些小弟们他们都不爽了 都觉得赶紧这个收手吧 最后给我们留点脸面 然后这个主办方 就是亚美尼亚的总统 更是在这场会议结束的时候 拒绝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他拒绝签字 似乎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之外 就是大家都没想到到最后关头 他拒绝签字 而且他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当初阿塞拜疆 占领亚美尼亚部分地区的时候 这个吉安组织 以俄罗斯带头的 没有帮助亚美尼亚 所以说他觉得你这是废的 所以他要报复 所以他拒绝在联合文件上签字 同时宣布 获益停止 拜拜 然后站起身就走 普京当时也是很震惊 气得都把这个笔给扔到桌子上 然后另外那几位总统总理 就是都看傻了 就是一脸惊讶 当时的视频被记者给拍下来了 很早我们就讲过 在北约整个西方世界强大的支援下 乌克兰的政府不仅没有倒台 同时他们还能够发动反攻 并且让俄罗斯 这个他的真实的军事实力 常规力量曝光在全世界面前 原来你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祸 所以说俄罗斯普京在这个国际舞台上 是太丢脸了 他的这个军队也是又腐败又无能 军事设备更是老掉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办呢 他就算发动了这个几十万的征兵 也无济于事 所以我们很早之前就讲过 在刚开战的时候 我们说俄罗斯他继续这么拖下去的话 会被拖死的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长期的跟这个世界为敌 除非你能够有人给你输血 就像朝鲜北韩 他几十年可以跟这个西方世界为敌 那是因为有中国跟俄罗斯输血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加入到这个全球化当中的 特别是中国 他有钱有资源可以给朝鲜输血 但是现在整个形势的变化就是很清晰的 中国俄罗斯朝鲜 当然你愿意加上伊朗 米内瑞拉 叙利亚都可以 就这些国家 他们开始抱草均暖了 因为曾经给那些朝鲜叙利亚 给他们输血的 俄罗斯跟中国 也遭到了西方的制裁 他们自己也有点 普通过河自身难保了 所以大家只能聚集在一起 想办法 所以说俄罗斯未来 如果能够继续挺下去的话 那也是因为有中国给输血 那么中国能够给俄罗斯输血 能够给北韩输血的 一个很重要原因 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跟围堵 还不到位 只有这么理解才是最清楚的 如果西方跟中国真的彻底脱钩 彻底的断绝关系 把中国踢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话 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 40年的成就毁于一旦 它也只能搞闭关锁国 而中国搞闭关锁国 这只是连带反应 俄罗斯被制裁 中国被制裁 朝鲜被制裁 没有人给他们输血了 他们只能是作茧自负 当然一开始 他们可以相互进行扶持 资源共享 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某些领域跟西方抗衡一下 但是长期来讲 他们会一个一个崩溃的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不停的 给俄罗斯供血 俄罗斯现在战场上打成这个样子 都这么丢人 甚至不惜的叫嚣核武 但是他又不敢真正拿出来核武 因为拿出来他就死 所以现在就是 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窘境 普京在他小弟的面前 都抬不起头来了 现在连小弟 亚美尼亚这样的国家 都可以跟普京拍板 都瞧不起你了 当大哥当到这个份上 颜面尽失 过去那么风光 全世界这个觉得普京强人统治 对吧 而且把俄罗斯经济搞那么好 当然那是依靠了能源的价格的飙升 但是 现在全暴露了 对吧 当然了 现在这个石油价格继续升高 对它还是有点利的 有利的 如果石油价格再跌下来的话 或者是全世界的这个能源 进行一个新的一轮的替代的话 新能源出现 能够更快的转换的话 那么这些靠石油的国家 他们如果不能转型的话 那也是没有出路的 这也是为什么像卡塔尔啊 什么像这些国家 阿联酋啊 不都疯狂的想进行这个高科技的转型吗 对吧 他们知道依靠石油这条路 早往一天是进行不下去的 最后呢 我再多说两句 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讲说 未来从明年一月份开始 我可能会推出短视频 然后呢 这个我找一个会剪辑的来帮我 那么现在有很多人给我发邮件 我觉得邮件也够多了 请大家不用再给我发了 那么在已经收到了这些邮件里中 我会挑选去联系 那么没有联系的也不代表说 以后我们没有合作的机会 很多人都非常的优秀 实在是很舍不得 说没法合作 但是相信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这些邮件我会保留 未来有需要的话 跟大家联系 那么可能原则还是优先 跟已经在加拿大的网友来合作 主要是考虑到技术上的这个问题 就是报税的问题 好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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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这些资格下方船